大家好 18点45分啊 这有一小段文字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从人类学的角度讲 有的人种因适应生存环境变化而走向凡胜 有的人种因不适应生存环境变化而走向灭绝 命运是不同的 从宗教学的角度讲 有的人生而修善 以死而上天堂 有的人生而行恶 以死而下地狱 命运也是不同的 抱歉 喝点水啊 有点渴 从遗传学的角度讲 有的人先天残疾而需要别人帮助 有的人先天正常而能够帮助别人 命运是不同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讲 因差异性选择而偏好不同 有人因挥霍而困苦 有人因节俭而富足 命运也是不同的 因此命运共同的说法不成立 现世中的同一个时间窗口 生命体具有共同的存在性 生命共同的说法成立 他之前说命运不同 生命共同 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但命运共同的说法不成立 这个他主要针对什么说的呢 某大国一直说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各种族 各民族 各群体 各国家 是吧 你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 你选择的道路是不同的 对吧 有的人 有的体制 有的团体 有的组织 有作恶的 也有行善的 对吧 那他带给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这个地区 乃至于整个世界的 是好的 还是坏的 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 精华的 还是糟粕的 是帮助其他国家民族的 还是拽别人后腿的 这能一样吗 对吧 所以什么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个其实是一个扯淡 那不可能 对吧 命运能有共同体吗 不可能存在 对吧 有的民族 美利坚民族 布列坚民族 对吧 包括大和民族 他对人类做了很多的贡献 不仅仅是科技发明 科技专利 而是制度的先进性 尤其是 安格鲁萨克逊民族 他给人类的哲学 是吧 思想 法律 规则 规范 是吧 乃至于政治制度 带来的 是吧 基本上可以说是正面的 是推动 是促进人类进步的 有些国家带来的 那是什么狗屁 狗屎东西 对吧 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用我多说